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各位收看Beyond KOL的频道 在过去几年 有数以十万计的香港人离开了 移民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 这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自己心里面 一直都很希望做一些关于移民的故事 不过同时间我又很担心 因为如果我做了出来 是告诉大家 其实移民是会遇到很多困难的 有些人一定会说我是刻意唱衰些移民 但是反过来 如果我是说 其实移民都不是那么差的 给大家一些正面的讯息 鼓励一下大家 也有些人会说我是唱好移民 鼓励更加多人离开香港 所以其实自己心里面 对这种唱好唱衰的说法 是有一种抗拒 而且觉得很厌倦的 市民即是哪一代的移民 无论你是什么时间 来加拿大也好 去英国也好 去澳洲去哪里也好 哪一个是没有遇过困难的呢 即是你要离开一个自己土生土壤的地方 去一个文化跟你完全不同 还要连根拔起的话 即是一定是很大的困难 但我总相信 在这一切的困难背后 又会带给你一些新的看法 令到你生命里面 有另外一个体会 在当中也会有欢笑 所以 其实移民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 肯定包含了很多的泪水 但当中也都有欢笑 所以我最后就决定 将一些很真实 但很复杂的故事 原原本本地 present了出来 而今天是第一集 故事的主角 是我认识了不久的Edwin 他就比较特别的 又不是Stream A 又不是Stream B 可以说是半个移民 半个回流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太太 就是加拿大人 不过他就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没有在加拿大读书 极其量都是来过加拿大旅行一两次 最后 为什么他会决定 跟他的太太和女儿 移民过来加拿大呢 不如听一下他的故事 Edwin第一件事都要问一下你 就是 你还记不记得 你是哪年哪月哪日 发足加拿大的呢 我很记得 那时候是2021年 10月29日 就订到加拿大直行 过来多人多了 那时候都是刚刚加拿大开开的 到加拿大之后 我们要14天 自我旁边14天 就在屋子 捐进去Basement住 14天 不可以见家人 他送饭 就是送在门口 之后我自己就上来 上来拿完之后 吃完就拿回去敲门 告诉他们 所以我很记得 那时候我上机 飞机当时也有很多人过来 因为很多 Green A 和B都过来的 我最记得 当时就说 飞机要七成的人 我觉得就不止了 起码八成几九成 因为我见到很多人 拿了些猫猫狗狗 所以我听到很多猫声 还有狗声 一起飞过来移民加拿大 我第一次 就是我左右隔离 前三行四行 我已经拍到两三个了 接着又听到两只狗 因为围起我三四行 我想有五只 五只狗狗 一起飞过来 一起飞过来 我问回你 我想香港人在那段时间 基本上我不相信 没有人没想过移民这一件事 当然有些人就决定移民 有些人就决定留下 是不是 那你是什么导致到 你觉得 我都不行了 我要走了 就是我要来了 其实有没有一个 那个时刻 是什么 可以做到你 做这么大的决定 其实决定那时候 就因为2020年3月 就COVID 那时候全世界都lock down 来香港都lock down 那个小朋友就没得上学 所以是很紧张那个时刻 那时候如果有这样的机会 又不想过小朋友 只是zoom 好像不是那么好 还有你知道香港环境很窄的了 还有很密集 一中就要整群人一起中 所以我们想了两个星期 就决定要他妈妈和他一起搭飞机 过来上学 就是这样的决定 我打算他会回来香港的 后来就一路一路都没有回来 之后就想起 其实是不是现在是一个时刻 在一个时刻 连我都要过去真正移民呢 这个问题就想了 都困扰了多久 所以很多朋友已经是移民到英国的了 所以很多人急着卖楼去英国移民 所以那些楼价是占得很紧要 占价得很紧要 所以我当时也有一个困难 就是买楼当时也很便宜 这个就是我困难之一 那我就唯有就等到 等到我觉得reasonable的价钱 我才可以卖了之后 其实当中也有很多问题 因为我自己家人 我爸爸仍然是住院 就是很多东西都要困惑着我的 其实 刚才不知为什么 又可以在很合理的价钱买一层楼 而我爸爸当时有病的 他都不行了 都不可以了 那么五月他都走了 那我觉得我做的事 和我妈妈都会有家人照顾 那是不是这个时刻 我就决定说 我会过加拿大陆 就是这样 那么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疫情而已 是的 其实是疫情而已 是提早了我们过来 但是之前也有考虑的 是会有考虑的 是 不会是这么早的 应该是有可能中学 让他过来 想着读多些中文 英文就不怕了这些东西 当然就 但是因为这个疫情 就是当我们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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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其实你们想了移民很久的了 想着可能遲些 等女儿大一点 读中学的时候才来 但是因为疫情就阴差阳错地 就提早了很多 提早了很多 当然提早了很多 但是如果我看回加拿大的学习环境 那样东西其实真的跟香港是截然不同的 当然 那他这里是很自由的 还有是没那么 就是压迹性那么大 那些功课量都不会很多 是以project性为主的 所以这里是他自己可以想很多东西 还有是活动教学很多 还有他们那些 outgoing的东西就很多 所以我女儿就是 回来这里也很开心 之后在视频跟同学说 第一句说话 那些同学就问他 你加拿大是怎样的 那我女儿就是说 好好的这里 不用做功课的 那他朋友的眼睛发大 真的吗? 真的不用做功课? 对呀这里很开心的 所以就令到我想 其实都是挺好的 他选择过来的话 因为香港他每天都要 放学后都要补习 做功课 考试 有时做事做到很晚 补习回去我们又要跟他温书 将来要考试 其实都11点多 其实他家长压力又大 子女压力又大 所以都压迫性很强 所以过来也是觉得 有一个开心的地方 那就是很明显你的女儿喜欢 是不是? 很明显是 好了 那我问回你了 那就是你有少少好像是提前了 是不是? 那也有很多考虑 来到这里 我每一个上过来的节目都会问他 就是 作为一个男性 你有没有来到一定有些不开心 有没有试过 真的病在自己的房间里 试过哭了出来呢? 其实有的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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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之后 9个月之后我已经取得了PR了 其实基本上 但我找工作的情况 就找了大概是 十个月 即是我已经传了很多 resume 出去 其实已经 是传了起码五十多封 那好像我拿完PR之后 去年七月拿完PR 接着开始找工作 9月有interview 之后就 因为那个 job 那个position 实际是 就是市道不好 他们只close了那个position 所以就不用上班了 那就继续找 那继续找 其实我传了五十多封的resume 接着就 其实是interview只有五个 包括了有些referral的人 那些都未计 如果计算 那里起码有六十多 即是当六十多封信 传了出去 然后只有五个interview 如果在香港其实是 不会这样的 起码如果你传十个resume 起码都有五六个会见 即是不会像加拿大那样 那时候真的找到自己 想着去超级市场 想着去斩猪肉 那时候已经 都好像无可奈何 你每天都见到我的洗费 一路一路这么低 已经是很 那些叫什么 压迫性很强 因为这里花钱 就是 即是花钱都花钱 还有我来那时候的油价 2021年11月 即可以出街的时候 11月尾 那个油价我记得是一三五先 那我们最高去到二一四 接着现在这个时候应该一五百 其实车是必需品 所以我们 还有那些通胀很贵 我们以前 就是买过菜 还有买些鸡蛋 已经是三十只 七个多 现在已经买到九个多 即是鸡蛋 面包就没有再算 即是一路一路不断洗钱 其实是 有少少害怕 没有入息 是害怕的 真的害怕的 所以是不断地找工作 打算去 创与什么也好 总之找份工作 面包也好 起码有些入息 很感恩 那些人跟我说 你虽然有interview的机会 但你不要放弃 当我真的不要放弃 后来就找到 即是九个月找到份工 十个月左右 找到份工 还要找回我之前那行的print production那边 就是related的工 其实是很感恩 那当时我找到工之后 我都是 真是 鬆了口气之外 是有些 就是流泪 直接是 好像释怀 那样 其实那个压力 输怀都出来 所以说 虽然是min pay 但是先做 但是我计算 扣了税 大概 这里扣税 就有十多二十个百分比 因为我min pay 如果你高薪 一些 有可能扣四五十个百分比 那些税 我觉得 就等于我 好像刚刚在香港 不如要出来工作 只有1万多元 工 在港币 那也很感恩 我现在做一些 就是 跟香港的工作 有些相似 有些事情 就是这样 所以我是有的 不过有时 就不可以让家人看到 当然 男人要有尊严 是不是 尊严 就是那一刻 其实你哭 不是最辛苦的那一刻 反而是找到工作那一刻 是啊 找到工作那一刻 是肆怀的 我没理由 我没理由 没有人想认识我的 是不是 就是不是那么差 明白 是那么差 所以我老婆常常支持我 我说 不用去车门市场做的 你 我常常鼓励我 不用去车门市场做的 你 找找找找 但我一直在找找 一直在害怕 很快是一个月 很快是一个月 害怕到真的有些 哇 真是所剩无己 就是这样 不过这里有一个好 就是说 车门市场买肉 就是猪腩肉 或者整块肉 就真的便宜过香港很多 而且很好吃很多 这个是真的 是的 那最后我问你 其实你 如何总结你 都差不多 未够两年 就是年多的经验 你回望 和你最初的想象 有什么很大的落差 又或者有什么 你觉得 如何总结你这个年纪的经验 其实 心目中对加拿大的落差 是有的 因为 我十几年前行的那些 摩 那些中国人 有中国人市场的摩 其实到现在都没有什么 变化 下差 想不到是加拿大 是这么慢的进步 可以这么说 是真是很 step behind 可以这么说 但是你说 如果 如果我这个年纪 我就知道 如果在香港的话 我经常都和老太太说 如果两个在香港 每年如果在香港的话 一定会去两三次旅行 接着继续 上班 就回到不知几点了 当然 我试过最晚上班 就回到凌晨两点半 接着第二早七点半 又上班 那大家都很忙 不知忙到怎么 但是这次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我重新再去 review自己 是不是尝试一生 就是要这样过呢 那移民那个 就是让我想到 咦 其实我也可以 重新来过 但是我当然要给 一些中国大家 就是说 有时候我那时候 在香港写resume 就是 跟这里写resume 当然不同 而且我在香港 不用link in 但是我来到这里 就要用link in in d 那些 所以你们如果是 过来加拿大的话 你的铺子写得很漂亮 而且你们可以想一下 你的行业 在加拿大来说 应该是否仍然可以做得到 或者是否要考过另一个牌 才可以做得到 但是我的终结就是 要是 你要尝试 无论你几大年纪 你有能力的话 你有机会给你去尝试的话 我觉得你应该都可以去尝试 尝试你 会不会 还是跳出你的框框 可以 现在我虽然在这里 不是很久 但是我都想 在这里 试一下我自己 是不是以前的生活模式 和现在的生活模式 是有多大落差 虽然现在我说 我是逗面兑 和我香港的人工是有很大分别 但是比我的生活环境 我觉得 不是 好像舒适了 在这里 住的屋又大了 空间又大了 我以前不会种东西 现在好像又种番茄 又种士多啤梨 原来士多啤梨出来 是这么甜的 其实不是浪费你很多时间 这种东西 我觉得是 要无论你几大年纪 你也要尝试一下 找一下你 自己 是不是要跳出一个舒适 我觉得 是不是就这样 就为之你要过的日子 这个是我自己 到现在这两年来说 是这样 还有我很开心过来 就是 这两年被我认识的朋友 包括你 当然 是远远超出我估计 我从香港来说 没有认识过这么多朋友 和这么多功能 这么多活动 要去出 你明白吗? 明白明白 不得了 香港我们只忙着上班 接着小朋友 有功课 我又要看他 又要测验 又要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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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帮他到处去 你明白吗? 在这里不是 的确是和朋友 可以聚集 还有我们想去玩什么 大家都可以自动度合 一起去玩 还有很多 你来到家里聊聊天 有什么不开心 又可以伸 有什么开心 大家可以分享 好像我中了士多比 我认识很多 叫朋友 你仔细不喜欢摘 喜欢摘 那么近 你过来摘 他们又开心 又很高兴 想不到这里 人与人的关系 其实是很好的 我觉得 在香港 大家有时 你明白吗? 缺乏了这些什么 所以其实是 两种很不同的生活 基本上 是 很不同的生活 好 其实 都是说回那句 有好 也有不好 最重要是 你愿意去试一些新的东西 我想 香港那种生活 你在这里就肯定找不到 但是 很压力 很快速 我也想知道 因为 一些朋友跟我说 那时候我到过加拿大 不是的 你如果在加拿大 一天你做到一件事 已经很聪明了 那时候我不相信 我的计划是很聪明的 我计划了所有东西 其实都是不次于 都是跟回加拿大的速度 就是一样东西 不可以再做多的 原来真的 好 那么 很感谢Edwin上来了 也都很感激他 就是 将一些很真心的说话 跟大家说 那 希望Edwin 就工作愉快 希望你在加拿大 也都 重新适应 找到一些 合适你的生活 那就 有机会再找你上来聊天 好的 多谢 好 再见 拜拜